雷虹铺六个老婆全炮光 耳中风田有新闺蜜 健康是自己的 别人照顾 我有一个健康是跟着你 我一直对着我讲话 因为我看你比较可爱点 你一点回家 七十岁的雷虹大哥说话不改幽默 但其实他十二号开车途中 突发性耳鸣有云水 疑似耳中风 他特地到北荣住院五天 做全身健健 因为那一段子 是不是天气转变得很厉害 再来拔牙 真正的原因还在 初二还在报告 没想到说到一半 雷虹大哥自爆感情状况 你试诺的话 我是单独一个人 我在住院期间也有人来 有比较好的朋友闺蜜 来帮我 闺蜜 闺蜜比较好听 你自己好像有点 都已经是目前为止 台风过后的那些后遗症 已经都处理 清理得差不多了 没有了 后遗症都没有 因为都给他们打开 比了董经文 他不打人 他不骂人 大家连态微笑 好吹又好吓 报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S